那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网课的这样一个 见习示范 那这个目的呢 最主要是说 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课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很多的同学 一定要听过 灵修明白神旨意的 十二课 在网上的 要读过 灵修的这个 手册 那在原则上 它才能来参加这样一个网课 第二部分呢 就是 网课的里面来 示范教导怎么样灵修 如果只听了十二课呢 就只学到一半 所以上了网课的那一半 就基本上就可以接上 那么第三个呢 还要有 尽可能的老师跟学生的约谈 就三道部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示范呢 就是在约谈的里面 我们来一个教学 和见习的实践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 大前提 那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示范呢 让更多的 在网上听课的提供 这么一方面 让他们知道 这个里面的学习 是有博大精深的 是有很多的 这种的训练 第二呢 也是鼓励他们 如果有机会 也尽可能的参加这样的网课 那今天呢 也是有见习的 就是联静姊妹 在这里来探路 见习也是为别人探路 看看这种方式 因为他是医生 学医疗背景 看看这种方式 合不合适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 对于同学有没有帮助 是这样 那我们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给大家有个预备 叫做宣教人类学 那我们用的方法 除了一般的传统的灵修方式 除了我自己在教的这种灵修 还采用了宣教人类学的 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方法 当然是很出现条的 那么这是一本书 叫做基督徒见证所需要的人类学 Athepology for Christian Witness 讲白来的话呢 就是说所有基督徒的见证 都是人类学的宝贵的资料 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 不过呢 它是需要借着人类学的专业的这种手法 来处理 来观察 收集资料 总结等等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领域 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信耶稣 宣教学本身 宣教人类学本身就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 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这种的考察方式 包括口述历史啊 包括基督徒的见证啊 对吧 那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呢 来把灵修明白神的旨意放进去 这本书呢是林肯基督教大学曾经用过的教材 宣教人类学在我们的这一个今天的这一个跟林静姊妹一起的见习讨论的里面 最主要的呢 我们是做一个落在部落报告 人类学基本上呢 包括宣教人类学就是去一个部落 跟他们同时同住同工作同劳动 了解他们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 最后呢做一个报告 那原则上它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进部落之前要有一些的调研 历史考察 一些的计划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在收集资料 在一起来谈话 一起来生活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最后呢就有一个叫做部落报告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落脚在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部落报告 就是我们的调研已经结束了 我们跟学生的约谈 浩迈已经结束了 最后有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之前肯定是要来回顾总结 讨论 那我要跟廉津姊妹一起来讨论 他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他听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这样的来看是不是全面 是不是客观 最重要的对于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到底在看什么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提出来的呢 就是说我们用的方法呢 是比较叫原始资料 我们没有任何的演习 没有任何的预备 没有任何的交代 基本上就是直接开始 这个叫做马可福音里面 耶稣也是用这个方法 马可福音的写作方法里面都是立刻 立刻 我们在宣教的里面 在传福音的里面 在服饰里面 常常是立刻 这个立刻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充分 有的事情我们必须准备充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或者不允许我们准备 那我们只知道123 根据123我们就去做 所以呢这个的部落报告 今天跟林静姊妹一起来讨论的 就是用一种立刻的方法 告诉他123马上行动 记得了也记记不了也记那就凭直觉 就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类学本身呢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教材呢 他这个作者就被很多人问 你怎么可能又是一个宣教士 又是一个人类学的实践者 因为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 他的解释呢 就是说其实不是 其实很多人这种的看法本身就是 问题就不对 因为一般人的看法呢 就是人类学是以进化论为基础 然后呢相对论呢为导向 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每个部落不一样 那么然后呢 他基本上也是一种 不是一种朝着有信仰的方向 而是没有信仰的方向 如果他不是反神的方向 但是事实上这位作者就是说呢 世界观是最关键的 如果你是以人为中心 和以人本为导向 那你得出的结论 肯定不是一个信仰的 有神的 但是世界观本身 我们都知道 他最关键的一个核心 就是神 是创造世界的 神是一切 神是还要再来 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的话呢 世界观是最关键 我自己在武汉大学 那个在校园里面 来追求的时候 圣灵就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就是彼得的 那一个大布包 大包袱里面装了很多的 各种的动物 彼得就是说 这是不洁净的 不可吃 但是圣灵对他说的 是起来宰了吃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则 叫做吃肉不喝血 对于文化 知识 那是吃肉不喝血 血是代表生命 所以给大家做简单的 这样的一种的介绍 那么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立刻 就是现学现用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最主要的方法叫做参与观察法 参与就是主动客观 观察就是被动客观 所以它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叫做参与 观察法 英文叫做participate observation 那它的一个核心呢 就是说要在开恩的启示中 客观认识人的真实 有的时候你认识了人的真实 但是不客观 也没有启示 有的时候你客观了认识了人的真实 但是你没有启示 是你个人的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核心 我们能不能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在圣灵的风动 在圣灵的亮光里面 要客观的认识人的真实 那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 按照启示和神的开恩来服事人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里面 讲到你要人怎么带你 你就应该怎么带人 那么这个就是按照人的实际的情况 去服事人 那么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里面 也讲到是要我们按照神开恩 让我们知道的人和事 所以保罗也说像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一个人类学的背景 那么当然我们上一次的 这个录制不是很成功 因为技术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是第二次录 虽然我们没有rehearsal 没有演习 但是事实上呢 这是连进准备第二次 来这个了解运用 所以还算是比较这种比较原生的 原始的这样的一种的直接参与 这样的一种的见习 那再跟大家提一个 就是叫做人类学里面 交流学里面也有一个方式 模式叫做前台和后台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的前台可能做得很漂亮 天衣无缝 甚至像电影 但是人类学和交流学里面 特别是人类学里面讲到 我们需要前台后台相对一致 不要太多的失真 不要太多的去装潢 所以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分享 服饰的里面 有意无意的把我们真实的情况 分享出来 不是故意去夸大 也不是故意去挑刺 所以我刚才讲 我们第一次录 没有录成 那我们就意思就是 有意识让大家知道 我们还是比较遵循 一种真实客观 这样一原则 但是我们也来让大家知道 他不是有的事情 不一定是顺利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前台与后台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是讲到 大概我们这一个课 这个实习 给大家来分享的 因为我们要放在网上 让很多有兴趣的 愿意参加学习的 或者甚至是观察的 弟兄姊妹来了解 我们这个约谈是怎么回事 那基本上在课 在这样一个上课的里面 我的要求就是说 如果有可能每一位学生 都需要给我有一次的约谈 我们把它叫做好迈 用说话说 但是有的时候是做不到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有不熟悉这种技术的原因 也有安全的原因 也有时间的原因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就不强求 但是应该是尽可能 事实上 我现在我们刚刚结业的这一期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约谈过 而且很多人不止一次 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原则上是要学生自己来找我 我不去特别的去盯住某一个人 他里面有感动 他里面就是合适 他就来跟我约 我们这一个大概的示范的方向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实验 教学实验 我们在这个网课里面 能不能够带出见习生 实习生 甚至助教 甚至以后的教师 不断去拓展 这样的一种的辅导 教学、事工 那么我们的今天这个约谈 这样一个讨论的方向 是做观察报告 就是我们最后做一个阶段性的报告 无论是给自己 无论是给被访谈 或者被约谈的人 或者我们做一个资料 那他的一个定性 一个定位 就是观察报告 就是我们所说的部落报告 那我们在这个建席讨论的这个内容里面 就会包括是在什么时间 在大概哪一天 冬天、秋天还是春天 比方说谁是在这里面约谈的 有什么样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有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达到目的 我们的中心是什么等等 它有相当的一个的随意性 就是不是太严格 不需要做图表 不需要进行电脑分析 我们原则上就是一个服侍的心态 但是是有某种的规范 是有某种的严谨 是有某种的客观 也可以来传递 也可以来教学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因为要注意到 还是被约谈的 或者是约谈的同学 它的某一些的背景 我们要模糊掉 因为还是有考虑到 每个人的隐私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 无论是它地区、城市 甚至它的工作背景 它的这一个 这一个一些特别的 一些的这种的情况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你还是 有相当的东西要讨论 你不可能完全的引掉 引掉了它就失真了 也不知道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一些 连镜姊妹有些什么样的 就是刚才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这样介绍 你有些什么样的 在这些方面 方向、背景、预备、参与 你有什么可以来 简单的分享反馈 我就是非常喜欢 您这样把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背景 都给我们介绍出来 这个跟我自己单独 作为一个学生 跟您约谈 那个角度 视角就不一样 是从一个学习的一个角度 而且我觉得您提出来那些重点 包括就是根据启示 来客观的来认识一个人 还有您这种就是舍己的来服侍同学 这些 我觉得有很多都是值得 我进一步继续学习的 所以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OK 非常好 谢谢 那我们就往下走 那我们就 总体的观察 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 这样的一个不是太严谨的 12345678 我们把它叫做清单 原则上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录了音 所以我们真的要处理这样的一个观察的话 我们就会记下来我讲了几点 联谨准备见习生讲了几点 我们来拼凑一下 看看是不是一致 看看有什么补充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作为这样的一种的回顾 原则上是三段 事先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比较客观的 在中间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之后 有的时候突然想起 当时没有注意 圣灵感动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回顾到什么 那我就先请临近子们 你来简单的谈一谈 事先不超过三点 假设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时间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谈 事先你看到哪些 中间你看到哪些 之后你有回顾到哪些 就讲最重要的 是吧 事先就是我们提前发现 就是可能这个同学 不是您想的那个人 所以他给您发的那个电邮 您转发给我 然后我其实是比较奇怪 就是您还要就是克服各种困难 要跟这个同学谈 因为他基本上从七月份就没有在上课 而且自己感觉有一些那种放弃了 觉得各方面的压力太大 然后从他的那个电邮当中 他主要有两点 就是说想让您帮他设计一个比较适合他的灵修周记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在各方面 就是从权柄那儿和自己的圣灵的感动 感觉很不一致 所以希望您能帮助他认清楚圣灵的感动 和明白神的旨意 对 这是事先 好 可以吗这样 对你继续 当中呢就是看到您那样的克服各种的困难 包括旅行啊 各种的就是器具都不具备啊 但是您还是非常坚持的来跟他约谈呢 然后在这个约谈当中呢 也看到他因为您指点他这个就是三元河流 所以他就是有那种一通一亮 就是好像一下子就毛色顿开 其实就是看到了 因为您的这个舍己的服饰 其实是把他又带回到神的这个路上来 以至于他能够又参加那个后来最后一次课 三分钟介绍 还有就是就是等于是又重拾回信心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鼓励我 之后回顾到的呢 我就是觉得其实这个约谈就是您所说的 这个靠着圣灵 然后三十分钟就摸清楚这个情况 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博大轻身的 而且我也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约谈 可以把这个同学包括他的孩子们 包括他服侍的一些单亲妈妈们 这些生命都得到祝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工 OK好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现在我有两个问题问你 第一个就是说 你提过几次你说因为我的舍己 这个是你个人的一种的结论判断感受 那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你觉得你怎么知道 他是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呢 或者是说是不是应该我们把这个分开 就是客观的看是如何如何 然后呢 我们觉得可能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里面就 就有一个客观与主观的这样的一种的 判断回顾和描述了 你有明白我的意思啊 明白 对 我觉得因为我了解您和这个同学 了解您的角度和那个信息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知道 这个也是圣灵提醒我 因为从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觉得您付的代价太大 来约谈一个 其实您并不熟悉的一个 也不在上课的同学 但是从这个跟这个同学的 这个约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可以就是明显的看到 就是在这个短短的 您跟他约谈的这个一小时的时间 他的生命的确是被神来翻转 就是他从那种迷茫 抑郁压力非常大 想放弃 到现在就是听您给他指出来 这个三元河流 特别是这个圣灵背景 和这个圣经背景的 这个教会的这个不同 还有他自己应该怎么样的 就是来单单寻求神 明白圣灵的感动和神的旨意 他其实是整个人就看到 他的眼睛都亮了 而且也就振作起来 可以来就是继续的来走 这个神让他走的这个天路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回答 是不是符合你 我部分接受 因为我觉得的话 因为如果要拿个清单的话 他的被点燃也好 里面有一通一亮一热好 或者产生效果也好 他可能有多个方面的原因 比方说 这是约谈把脉产生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就是圣灵明显在里面工作 第三 他可能是有某种的观察和被感动 里面有感动 包括我们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服饰 但是我建议的话 就是这个还是把它分开 到后面部落报告的时候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部落报告最难做的 而这个部落报告的话 通常是有相当的主观性 在那个时候表达出来比较好 现在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客观 就不用我觉得 就不用我想 就不用这样的一种的角度 就这样的 好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那我来谈一谈 就是说作为一起的讨论 见习教学 那我看到了什么 的确就是因为在事先的话 我们是很急性的临时的 没有一先预备的 当然我也比较严格的遵守 这样的一个宣教人类学的原则 就是尽可能不跟你谈太多 因为谈太多了以后 你有专业背景 我们就容易倾向于要准备什么 要知道什么 要怎么样的 那样的话呢 有很多的时候会失真 虽然那样也不错 但是至少我们的选择这个方向 不是那个方向 我们的做法 是尽可能的真实客观原始 所以我尽可能不多谈 包括你问我要准备什么 我都说你不需要准备 就是立刻 123告诉你上 那你记得就记得 不记得就不记得 没关系 所以的话 当你至少两次告诉我 我所认识的这个人 我所记忆当中的 谈过的这一次同学 不是我们马上要计划要约谈的 我觉得不可能 所以当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很可能我这个方面是弄错了 我记得我跟另外一位同学谈的时候 我对他了解 所以我就告诉你我认识这个人 我知道这个人 所以我就预备好了 我大概期待什么 谈什么 但是突然一下这样了 我就有点措手不及 我就非常严肃的就安静祷告 求神预备我 不要带有任何的偏见 不要带入任何的误判 特别我担心的就是我在谈话中间看不到圣灵的感动 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我自己是很有经验 我基本上绝大多数人在跟他谈半个小时之内 圣灵的感动就会告诉我 我这样一个误判的话 就有这个危险 所以我很严肃的 其实是有一些惶恐不安的 我说怎么会有这个错误的祷告 那当然 我想起来的话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提醒 本身就是神的恩典 不然的话 一上去谈的话 完全张光里带 对当时这位同学的心理也是很不安的 是吧 那就完全是一个忽视忽略 或者是是吧 那所以的话呢 我就 这个是第一个观察 就是人 是到底是 这个是 是一个误解的 这样一个约谈的同学 还是一个 是一个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察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观察到 当时是旅行 那当时旅行的话 我就知道肯定很不方便 那在车子里面呢 也会影响别人 那么即便我戴了耳机 我来谈话 也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人类学的观点 如果你谈话 像我坐在车里谈话 放不开 那我的问题也不会触及到 服侍到对方 这个是人类学的观点 对吧 所以他为什么说 他要量距离 他要看灯光光线 他要看你在什么地方 来跟这个人约谈 那我在车子里 我心里是有担心的 我也怕影响车子里的人 是吧 我也担心我自己讲不出来 有一些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影响这个质量和真实 这个约谈的 是吧 所以的话 我在当时就提出来 是不是用电话 就不要打开视频了 因为也影响车子里面周围的人 但是后来也是经过讨论 跟年轻准备讨论 觉得还是应该出镜 还是应该打开视频 打开视频 车黑蒙蒙的 我就用手机把电灯打开 把手电灯打开 这个都是视线的观察 那么毫无疑问 虽然车子有摇晃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期间的约谈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也看得出来 这位同学的真诚 他的执着 因为有几次也断线了 他也执着 而且看得出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约谈 其实就有某种的团契 就有某种的邻里的交通 这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的 那么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就是感谢神 在那个时候就像廉镜姊妹来讲的一样 一通一亮一热 很明显圣灵工作 很明显圣灵显明 关键的点在哪里 也就是到底这样的谈话 圣灵工作在哪里 显明了什么样的需要 应该是怎么的服事 这个就是在谈话里面讲到 他我看到的就是 他旁边就有人 是一个宣教士 一步一步的教他 来怎么样的跟从圣灵 认识神 那我心里就讲 他而且他非常老练 非常有经验 那我就觉得 我们的上课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那我们这个约谈对他有什么帮助呢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他已经有了 他旁边都有人 他旁边有导师或者老师 但是就是谈到一个环节的时候 就是讲到他里面有圣灵的感动 但是他换了一个教会 他这个教会呢 是一个比较明显是圣经传统的教会 而他以前的教会呢 是圣灵传统的 这里面就有一种的不合张力 甚至他都开始有压力 都开始不知道怎么侍奉了 他周围还有 他的情况是比较艰难的 他的自己的生活的道路 他的比较艰难 但是他还是想着侍奉神 这个是非常感人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侍奉了 他周围的人 他不知道怎么样侍奉 服侍他们 所以感谢神 那一刻就抓住了 圣灵就让我看见 山云河流对他的关键 就跟他解释了 解释了他一下 好像就通畅了 好像就里面就有亮光了 就是这样 那之后的话呢 我自己的回顾到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不要忘了 我答应他还要去给他写邮件 还要跟他有跟进 还要把他的邮件提出的问题回答 那么这应该也一个星期过去了 应该尽快的来跟他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自己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被这位同学的爱嘱 执着单纯很感动 我自己是很感动 我常常在想 这是最后一位同学 差一点 可能我就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 结业了 那是不是就算了 但是的话呢 里面就是很感动 感谢神 让我没有失去 最后的一次 这样的一个 一个约谈 把脉的这个机会 那林静 你根据刚才我讲的 你有什么样的反馈吗 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有什么样的 好像从我的角度 你或者是学到什么 我觉得最 又说我觉得了 最大的就是这个 您强调的这个客观 就是这个事先期间和之后 那这个是我特别需要学习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 那些主观的经验啊 那些判断啊 就跟圣灵的这个感动 混在一起 还有跟这个 靠启示来客观的 认识人的真实 来混到一起 那其实就是说 他自己虽然有这个宣教士 有属灵的妈妈 但是他特别迫切的 想跟您谈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里面 圣灵的感动和这些 包括来自属灵妈妈 和圣经的这个 为主的这个权柄的 很多的重要的决定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特别需要得到 您的这个点播 但是也看到 就是因为您跟他分享 这个三元河流 还有您这样的来 排除万难来服侍他 我就是特别感恩 就是看到他后来 又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也很感动的哭了 也分享很多 他自己的这个历程 觉得很孤独 但是通过约谈 他感觉就是您不当 懂得他的这个历程 而且还给他指出来 他自己的这个 可以继续操练的这个道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特别感恩这个 这个约谈发生 还有有这个学习的机会 非常好 我想到回顾到另外一个 就是我后来知道 你跟他又谈了一个小时 我当时是有一点的 不叫担心吧 有一些就是说 有一个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或者用俗话说 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按道理来说 这个约谈已经结束了 就是不能再继续跟他谈 特别作为一个见习的这个角度 不知道这种的分享教导 辅导会不会有措置 或者是有别的 但是我当时呢 我有一点祷告 我觉得里面很平安 我也觉得呢 我们不是要搞学术 我们是宣教 我们是服侍 所以呢 但是我提出来的是一个学习 就是原则上有的时候 其实在教会里面 在事工的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提醒啊 或者是顾虑啊 就是如果主导人 没有去继续跟进交代 那一般的人呢 是最好少自己去对接 因为他里面怕有信息的不对称 但是感谢神呢 我这个就是第三点 之后回顾到了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了 我当时又有一个咯噔 我马上有个祷告 我里面很平安 我也没有来谈 我知道你刚才谈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来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这里面有非常严谨的 也是非常神圣的 神给我们的使命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的分享出来 都可以让大家知道 不是我们可以随便 不是我们可以随便 用自己的热情也好 哪怕是服事的心态 他最主要的是说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在强调的 在启示的里面 开恩的里面 按照客观的 按照人的真实 服事是这样的 对 我其实跟您是一样的感受 就是我认为从一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单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是不应该在您下线以后继续跟他谈的 这是我自己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专业的原则 但是呢 他因为就是这个灵里面 被您说的话和这个约谈 就是特别大大的挑望了 所以其实是他抓着我不放 然后他就是像见到亲人一样 就是一直跟我就是倾诉 他走过的这些特别不容易的这些路 然后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那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就是精神科方面的这个培训呢 我当时其实也是 虽然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开始谈的时候 是我的晚上十点了 结束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 其实我自己的本心 我是觉得在体力还有各方面 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原则 我是觉得应该停止 但是他的那个就是愿望呢 就是特别的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就觉得非常宝贵 就是一定要把他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所以后来就是我跟他提醒了几次 然后最后可能到十二点多我们停止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就像您说的 就是我虽然肉体很疲劳 但是其实心里面是有平安 就是觉得您做这个舍己的榜样 然后我有机会能服侍他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非常好 所以后来你也大概短信到送了这一些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个谈话的一些跟进的 所以我也很感谢神 非常好 那我们对流程的观察 也就是对流程的观察 也就是说 主要不在于人 而是在于整个的过程 我们要教学 我们要培养助教 我们要到各地 或者以后神开恩 去办小组 或者是办培训 那么它这个过程是在于事情本身 我们需要来有一些的观察 维顾 目的有没有达到 这个流程是不是 按照规范的原则 达到目的 或者也进展顺利 最后 对这样一个流程当中出现的 这样的观察 我们有没有核实 有没有印证 有没有追问 有没有对话 这个就非常关键 因为它这个不结束以后 就是报告了 所谓的报告 我们不一定是纸上笔头 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去服侍它 或者与它同工 或者一起来团契 那么它是根据一个流程的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流程之后就是报告了 就是可能里面要形成某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形成某种一种的认知吧 应该讲的比较好 结论这个词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就是下了结论就打了一个结了 而一个认知呢 它是所谓的叫做open-ended 就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的 所以目的有三重的观察 目的简单的说的就是这个同学 他参加了 不管他参加了多少我们这个课 他知不知道他有没有操练行道 他没有得到从神来的这样的供应 最关重要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作为一个教师 我又没有做到 我又没有强调这一点 因为你如果不能repeat 不能常常提醒大家 可能讲的很多 但是事实上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在讲 那么第三作为一个见习的这样一个角度 你反思你自己有没有从这里见习 你有没有知道 你有没有操练 你有没有得到等等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方面的流程的观察 这个流程的观察才是叫做教学的目的和计划达到了一致 对不对 在过程当中他一定是因为是服侍人 是按照圣灵的感动 是谦卑 是available 是等等这些 他就一定是要自发自然自由 原则上不能给人压力 不能是就是有一种的好像硬性的一定要怎么样 或者带有某种的动机 那么这些的话人的灵都是很敏感的 但是在这个流程当中 这种的自发自然交谈的里面 关键的关键 有没有看见圣灵的风洞 上帝的工作 带领指纹 这是最关键的 如果没有看见 我们虽然不能说它是失败 但是至少可以说没有结论 不知道 我们不能说失败 只是说或者我们也看到 或者的不明显 或者我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 那人类学的报告 它可以允许 有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提出某种的调研考察的方向 但是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是结论 就这样的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三的就是流程当中 借着对话 借着追问 比方说 我也可以是这样说 我说某某同学 对不起 我最开始被人搞错了 这个可能在心理上就不太尊重 这是我的后台 这个后台的错误改正 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讲出来 因为讲出来对他可能是一个不尊重 所以这个就不讲 但是我别的可以说 我说也可能他会问 你怎么那黑黑的 你怎么会在旅行当中 等等 可是要追问 追问的意思就是 其实来印证 来佐证 来核实 观察是不是对的 最重要是这样 所以虽然我不记得 也是我的自然和老恋 我是对他的 比方说 对他周围的宣教士 我就问过他 宣教士哪来的 这个叫追问 这个追问其实就是在揣摩 猜想 核实 佐证 这个人的背景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重要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向的话 那 连进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对这个流程 简单的 简单的 人在翻译给他 这样他才能够听懂 然后他那边也掉线 所以总体来说 除掉技术的和人为的那些因素 我觉得还是非常自发自然 自由的交谈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上帝的指纹 其实这个同学也是一个十几年非常老练的一个基督徒 在印证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对话 包括您问他问题 何时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帮助我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问那些就是有帮助的问题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艺术 那从他自己的这个反馈 包括后来就是您走以后他感动的哭了呀 还有他自己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包括这个三元河流的这个不同啊 还有他自己应该怎么样的用神的方式来爱自己 而不是说像大儿子那样一味的去牺牲啊 付出啊 很苦啊 在做苦力这些 我觉得都看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智商的一个改变 以至于他从中段课几个月到最后一次又回来 就是分享三分钟的自我介绍啊 还有就是教那个就是期末的试卷啊这些 甚至把他带的一个同学也鼓励来参加这个三分钟的介绍这些 我觉得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翻转和建造 非常好 我基本上都完全认同你的观察分享 那就是两点我做一些补充也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些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他明显看得出来有些课是没有上 啊在回答问题上呢他有点模糊有点迟疑 但是他怎么会对圣灵的引导感动非常明确 而且他在实行而且常常有意外的惊喜和接触果子来 所以这个是我的观察 我的观察就是说那这个流程不一定是我们课给他的 所以我就特别问了他的宣教士 那既然问了他的宣教士我就知道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学到而且带回去 带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现在他已经有了 那就是表明什么呢 虽然在课上面有一些欠缺 但是神其实先有预备先有暗示先有工作 这是这一个的补充 我基本上完全认同你的这些的分友 第二就是在当时因为断线啊光线不好啊 或者是有些话断断续续啊 所以呢有些的核实和佐证呢 是借着你的这些对话重复提示 那我就知道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就帮助了这个印证的这个环节 那非常好 那我们走到下一步 最后一个就是考察的评估 意义的等候 意义的等候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意义的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才出来 就包括人类学自己本身 他都是说你可能一年以后才会有意义 你怎能提供 那我们更加是要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的话呢 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那这个看法当然它最后它是要做出某种的决定 要不要跟进啊 我要不要写邮件啊 我怎么写啊 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这个方面呢就是说 有没有达到目的 判断是不是准确 这个呢就是要 在我们的灵修明白神旨意的里面用这个方法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达到目的 判断是不是准确 第二 有没有看到圣灵的风动 有没有印证 那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这个工作出来了 亮点出来了 带领出来 那它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第三就是 那我们接下去该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你简单的用几句话 能不能够做一个口头的这样阶段性的 一个总结 一个评估 一个报告 我觉得我们的约谈就是达到了目的 然后您的这个判断 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历程 还有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苦难不容易 还有他自己跟圣灵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他的这个老恋 因为他是从属灵背景的这个教会 有医治啊 非常注重圣灵的这个关系 所以您的很多的判断都是非常正确的 感动的风动 我觉得也是从他的这个反馈 看出来就是他的确有那个一通一亮一热 就豁然开朗 毛色顿开的那个样子 就是知道 原来是这个原因 现在我觉得自己活在这个权柄律法下 然后被要求 每天吃完饭都得背多少多少圣经啊 这些还有一些 他自己从圣灵的感动和权柄 告诉他不一致的那些具体的生活上的话 但是您的这个鼓励呢就帮助他更加坚定了 就是明确圣灵的感动和明白神的旨意 那他自己上帝的这个指纹呢 他其实有很多 就是包括自己有孩子们啊 甚至健康上孩子们有很大的挑战 然后他自己用很少的钱还去服饰别的肢体 两个月让人家住在自己家里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舍己的服饰 也是非常感动我的 那跟进服饰呢 刚才已经说到就是他其实又感到 他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们 然后呢他又融入了这个集体 又回来继续把最后一课上完 因为其实您第一部分的大部分的12课 他都上了 就是后来另加的那个12课他没怎么上 然后呢他也分享了他自己的三分钟介绍 也交了很好的一个期末考试的试卷 然后本身呢我们班上的同学 其实已经在一直服侍他 所以其实帮助他的人很多 但是就是有一些个重大的对这个权柄 对他的指导和他自己和 从圣灵来的感动是不一致的 他就特别的需要您给他来指点 来点拨这个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他自己非常清楚 神要他来继续的服侍他的孩子们 就是得病很重的孩子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 服侍和带领那些单亲的妈妈们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 所以其实是非常清楚 就是您的这个约谈也帮助他能够意识到怎么样走出旷野 然后进入神给他预备的这个命定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约谈 也让我就学习了很多 还有包括人类学方面的这些完全陌生的这些学科知识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也 不 多补充 就是 你的这些 评估啊 简报啊 回顾都非常好 那我就问两个问题 我们就结束 那第一个 我们最开始的目的是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本身呢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种方法 可以在 第二期或者以后的各期里面 都有所的采用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而且同学们很多都非常希望 能够继续的在跟您学习 然后可以更有效的来服侍别人 然后您的这个流程啊 这个目的啊 还有这些最后的跟进什么 我觉得都是帮助同学们 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系统的 一个结构性的 从您的角度上 能有效的来帮助肢体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 继续发展的一个事情 好 所以我的 我也来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总结报告 一个部落报告 也就是说 最开始这个实验呢 是尝试一下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可以在初级班用这个方法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太高 太复杂 太跨界 但是呢 这一个实验下来呢 我第一个总结就是说值得 第二个呢 可以继续实行 第三呢 目前还不至于推广 这个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就是这样 好 非常好 我们也盼望呢 我们这一个分享呢 能够给各地的弟兄姊妹 他们来学习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有些的提示 有一些新的角度 也更严谨 也更严谨 那我们也谢谢 林静姊妹 也谢谢我们的 制作的这个同工 也谢谢我们 这一期的同学们 很多的他们的参与 协助和投入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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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